为什么提名叫做地藏菩萨本愿经啊 这个在如来赞叹品第六的时候有谈 佛告普广 此今有三名 一名地藏本愿 一名地藏本行 一名地藏本事立经 原此菩萨久远皆来 发大众愿 利益众生 事故如等 医愿留步 愿 注意 所以我常讲 我常讲有人就说 哎呀 我发愿 这次我一生病有人念地藏经也念好几部 我自己在医院纳粮他们在用功 所以我生病功德很大 不是我功德很大 别人功德很大 他们拼命在 哇 这个大家拼得要死 不好意思 自己在里面虚待他们在拼命 可是我其实讲说 念地藏菩萨 念地藏经一百步 我觉得你还是受菩萨界比较快 受菩萨界 行菩萨道更有效 更有效 更有效 为什么 所以我常讲啊 我们后面会有讲地藏菩萨 他这里面有他的那个发的几个愿 前后大概有 一二三四五啊 四个 四个举他过去的愿 我们现在是送地藏经超度 超度祖先嘛 对不对 可是地藏菩萨的全身啊 他是送哪一部经 我看一看 这里面没有地藏经 因为那时候地藏经还没出来 所以地藏菩萨过去是超度父母的时候 超度他母亲的时候 没诵经 看一看没诵经 发愿 主要是发愿 后头我们会再讲 那既然发愿 那不是行菩萨道就是地藏经 不是吗 你以为地藏经还有另外的吗 受菩萨界就是地藏经哦 厌度说婆就地藏经哦 不是吗 那你为什么不留着 因为我能力有限 但我很务实 我快去快回 经典里面有很多这样 本身心立观经也是 我暂时离开 我再回来 我离开是为的是求药 拿了药回来解这个父母的毒 他里面没有任何欺狂哦 所以我们经常把地藏经弄弄弄弄到 这要变成一个空壳 他的最重要的灵魂不见了 那一开始 你应该什么呀 医院留步啊 所以这里面每一瓶每一瓶都有 他地藏经就是在弘扬地藏法门 什么就是地藏法门 这里面其实他本身就在渡了 他除了介绍地藏法门 其实地藏经就在渡了 他本身把这中间里面随起一分啊 有他的精神 你得起一分就是在渡 所以我前面不是讲吗 之前在那个讲说 第一瓶 懂得第一瓶就远离第一 所以有的人怕第一瓶 怕那就是不想念 不是啊 他让你知道 你看到过失看到污垢 你就比较不会重复犯了 他就可以帮助你远离 那我们现在看啊 这个是这部经的经明 从经明里面看出 这部经的主要是要什么 讲什么 讲地藏的什么 本势力 本行 本愿 掌握这样的一个精神 不要只是停留在地藏经的这一个外在 是这样的精神 他内在共同的这一份精神 怎么样 原始菩萨久远觉来 发大众愿利益众生 这就是地藏经 所以凡是能发大众愿利益众生的 都是闹在里头啊 不是吗 是啊 所以想要利益众生 行菩萨道啊 想要得地藏菩萨加持 地藏经可以感应很多类 有的人 祈求地藏菩萨加持有没有用 有 他只是因为现在苦有用 但随着各个不同到最后就有一个众生 我 这个地藏菩萨都有视线了 他为度他父母 对他度他母亲 这样的因缘 他什么 发广大愿 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就是说 我们现前有很多苦 但我们希望因为这样苦 有苦因缘我们才一子三宝 一子三宝之后 愿意怎么样 不是一味的依赖三宝 而是希望你以后成为三宝 是不是 不是一味一直在念地藏经 我灵验你现在就发地藏愿 你发这个地藏愿 你心 我 我们假如我们现在 我地藏经 我们完了以后 我愿意学地藏菩萨 第一不空 四不神佛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乃至 我就是希望能 广度众生 我们这样的心一旦确定 那你不就地藏分身吗 虽然不是全分 少分 味道沾一点 而这一份我讲分身 我们不敢狂妄 我们是地藏菩萨 但我们是依地藏菩萨的本愿 我们受他影响发这个心 我们这一份菩萨度化众生的心 有是不是就跟地藏菩萨的那一份 味道相通 也就是这一份愿力 成为度化制度度人的动力 是不是 就是当我们 我们身心很烦恼 当我不断在熏悉的时候 我不是嘴巴痰而已 我内心里面有一种更具体的愿力 我想度化众生 那一份对众生的悲悯心 跟度化众生的这种愿力 有了以后 其实你是不是就跟地藏菩萨 气氛相连了 而这个相连 除了你度化众生 它是你终于要 不沉沉的一个所依 就像《纳仙比丘经》里面讲 石头丢到水里 咚就下去了 那为什么大石头 大石头怎么样不会沉 放在船 大石头放在船 它沉不下去 小石头丢到水里 东西就掉下去了 所以我们即便有很大的业力 很大的业力 假如我们有很大很大的愿力 它不会沉 这叫超度远离 经典说的 这叫超度远离 业力再大 神通再大 抵不过业力 业力再大 抵不过愿力 所以有的人 有污蔑的地藏经说 晚上不能念 阿弥陀佛 这么好经典被你讲成这样很奇奇怪怪的 明明是可以广度众生的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 滋润自己 利益自己的一种愿行 结果我们现在把它弄得很奇怪 这一部经 不是这一部经就是菩萨道而已 整个地藏经就是菩萨道而已 所以发这个心就好像地藏分身 而这个地藏菩萨的加持就是因为你发这个心 随你发多少心 少分少度多分多度 是不是这样 所以有人得一分的 得两分的得三分的得四分的 有的人是分分几得 不同 所以说我们一开始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经一开始我们要定位的就是 它其实最重要的是 它发大众愿利益众生 事故如等 医愿留步 这就是地藏经的精神 所以这个整个法门 其实是贯穿的一个什么 这一份地藏 这种菩萨的誓愿 所以当我们在讲说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度 那不是地藏愿吗 是啊 是不是 它其实相同的 好 那我们再看 这个在地神护法品里面谈 煎熬地神白婆眼 世尊我从袭来 瞻世鼎礼无量菩萨摩尔萨 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 广度众生 是地藏菩萨摩尔萨 于诸菩萨誓愿生众 就是说 这个监牢地神 他是怎么样 他鼎礼过很多菩萨 这就是要凸显什么 那我们也有其他经典 其他的经典 占担其他的菩萨 那今天为什么要谈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本愿经 重点在哪里 书胜处 他的特胜处在哪里 誓愿生众 这个就是他跟 从这句话里面别出 特别在这个因缘里面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这时候 会有这么大的因缘 而特别赞叹地藏菩萨 其实他想要弘扬的就是 如何发广大誓愿 就是这一部经里面的精神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在这七天以后 在这个过程每一天里面 我们都能发更坚固的菩萨愿 就是地藏经主要的精神 我们尽可能不要说我们只有念念念念 天天念 要不要发愿 不要不要 要不要受菩萨戒 不要不要 那你送那么多干嘛 其实我这样讲不是说不行 你送那么多不如说 我很想行菩萨道 我们尽量不要稳周周 自从看了地藏菩萨的这样过去 我很想学地藏菩萨精神利益众生 就这样 七天晚得这个结论就好 就得这么一个结论 从此以后经常以地藏愿 地藏的这种本愿 不一定要嘴巴讲地藏本愿 就是我要看到地藏菩萨的精神功德 所以我希望我也成为这样的菩萨 从此以后念之在之 我愿意奉行菩萨道 你就算把地藏两个字拿掉也无妨 没关系嘛 为什么 因为重要是那个精神又不是那个词 所以有些人 现在有些人受了很多思想的影响 在毁谤大圣 我说你不要分大小生 我们就先把地藏菩萨的精神 愿生生世世度化众生 请问他这个思想你觉得怎么样 很伟大 那就好 那就好 我们今天是以这样的法门 让一切众生厌离烦恼 八广大心度化众生厌成佛道 请问有没有过失 没有 不但没过失 这样的人格伟大 我们什么叫三二道 什么叫三善道 什么叫四善 人格 透过这一个七天培养你广大的胸怀 这就是地藏法门 我们不要一直念念念到最后我们的心胸越小了 我们学了很多佛以后 我们不能积极面对世间的苦难 我们退缩了 我们不能勇敢的更面对自己的烦恼 却只是在一个形式上这样一直转动 我们不能更理性的面对这个世间 更积极的面对自己的烦恼 这样的学佛意义就越来越扭曲了 是 所以我们从环乎进来 出去的是踏莲花的菩萨出去 这样有意思啊 对不对 再辛苦我们要干这种的 这就在传灯不是吗 哪有传灯 当然我不会随便那种给你点点点 点到这把头找了也没用啊 可是问题是 我们透过这一段时间大家在用讯息 刚才你们要在唱诵 我在隔壁圈 我们园长就担心这样会不会吵到 我说不会啊好好听啊 因为我可以感觉大家那一份发心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阴身当中 其实我常跟大家讲 你不觉得你在拜的时候 你身心是放光的 你踩的是莲花 哪有可能 不用客气啦 不用客气啦 就看你愿不愿意 你发不了那个心 你就不容易感觉你底下有莲花 如果你是那个熊啾啾既航航 充满赤子之心 却有广大利益众生的广大慈悲心 你这时候你观想你站着莲花 你会我讲有一句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哪干这莲花 不过我倒有这一份感觉 为什么 里外相应的啊 我有这一份赤子之心 我知道我烦恼很重 但我却有这一份地藏菩萨 我从这样学习以后 我有一问愿学菩萨道 我知道我烦恼很重 但我愿学菩萨道 这时候有点不好意思 但觉得也好像 不是讲说受之有愧 是有点不好意思啊 不过受者好像还可以啦 为什么 你真的发心啊 你真发心的时候 你不觉得当我们微微 很落落的一直洗脚 哎呀我月章怎么那么重啊 谁加死我 从一个祈求施舍的到突然 嗯我是不思者 你不觉得你身上的乌七妈黑的乌垢 就喷跑掉了 从被动的一直期待 你为什么不化为主动的 这时候在这么一念的菩萨发心的时候 你知道你要消除多少罪业 就在这么一念菩萨心的时候 你三二道就跟你无关了呢 是不是 我们希望达到的是这个目的 所以在这里面他谈到说 是尊是地藏菩萨 以原乎体有大因缘 如文书普玄观音弥勒 一画百千身行度于六道 其愿尚有必尽 是地藏菩萨 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誓愿结束 如千百亿恒河沙 其实应该是对应其愿尚有必尽 但地藏菩萨是其愿没终止 其实它是一种对比的 因为菩萨到菩萨界都是近未来的 但因为虽然近未来 但说出来的时候 具体而为的 具体而做的时候经常是 我要如何如何 但地藏菩萨是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我们不是有一种叫一禅体吗 一禅体叫断善根 那个没办法救 那个断善根 身心上找不到一点优点 好接引 但还有一种禅体叫菩萨禅体 菩萨禅体就是悲心重 其实它终究还是成活 只是在它的阴眼里面 一直因为不忍众生苦 所以它变成 就一直迟迟不振 这样 就像有人讲阿难 阿难 阿难不是后来佛入灭的时候 要结极就被人家赶在外头 赶在外头 因为他还没振阿罗汉 那其实阿难委屈求全 到最后他就震了 震了的时候 佳瑟就让他说 你如果能进来 因为他解起经典不让他进来 如果他说他后来可以了 震了 他说震就震了 震了时候要回来 佳瑟就讲 如果你可以那就从钥匙孔那边进来 他就从钥匙孔进来 有神通了 你看那个佳瑟就多 请你原谅 我不是为难 其实他这里没有度化因缘 其实阿难就怎么样 阿难说 还有一个因缘 我如果震阿罗汉 我没办法成为佛的侍者 我为了祝佛弘化 忍着 我能不能休息 有喔 我有钱喔 我们买个别墅 没问题 那为什么你都住那么差的 正在做事嘛 众生苦啊 外面大家需要啦 我简单啦 要休息可以啦 要享受可以啦 但我没关系啦 别人先啦 阿难 正阿罗汉可以啦 但为了祝佛弘化 我就忍一点吧 所以其实有人就讲说 佳瑟在虐待阿难 不是啦 互相配合演戏啦 因为说开来不值钱啦 你要看到阿难里面忍辱负重 为了弘扬佛法 他很多东西就是一搭一唱的 有些东西就被人家骂说 你为什么这样这样这样 其实阿难就是过世在我 但这中间很大功德展现出来 令众生得利益 阿难难得啊 所以这里面隐藏 你不要演家设 家设都成阿罗汉 还不知道阿难在干什么嘛 那就演演戏嘛 对不对 谁那面子那么重呢 都已经是圣贤了还挂面子 你看维某节居士维某节经里面 都是互相比赛出球的 对不对 很多大阿罗汉就出球 我们如何被维某节居士整理的 然后另外菩萨也出来 大家都是利用把自己的过世 讲出来 以显不二法门 大家的心胸如此宽大 那现在我们在修这个地藏菩萨 他为什么这样 他没挺是不忍众生 所以我们看到 从这里看到一个菩萨道 佛法很核心的精神 包括菩萨界的精神 以众生为念 是死死以众生为念 你知道 当你不断在寻修这样的菩萨精神的时候 你的烦恼可以省多少呢 可以去掉多少 我们不断的在守护自己 挂爱自己的时候 烦恼就这样 爱取有 生老死 忧悲恼苦 就因为爱取有吗 但你如果行菩萨道 就像地藏经这样讲的 你是不是少了爱 你会少爱取有 你会不会少生老死 你会不会少了忧悲恼苦 会啊 所以你要看 我们这一份心发起来的时候 一个人要发菩提心 要具足多少因缘 所以一个人能轻易发菩提心吗 不可能 人自私的钥匙 人不自私天诛地灭 还有发心度化众生 我不伤害人已经可以了 我还要度化众生 所以一个人要突破种种障碍 到发真实心度化众生 这要是过去有福报的人 久修的人 或者很难发 一发他所结构出的内心 种种善心心所是很大很大的 所以发菩提心的可以远离诸障碍 你如果了解菩提心的内涵的时候 你不要轻慢它 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这部经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启发大家 发菩提心 这么一个菩提心 就是等于是天天送地藏经 对不对 而且分分自得 分分几得 所以这里面从这里我们看到 地藏经的核心精神 我们看到这个精神 再过来我们来看 这个就是说 这部经里面有一个 因为从一开始 我们看第二项就是 显愿行所成功德 就是在这个经讲到说 地藏菩萨度多少人度多少人 然后再来启发后世 启发后世 这里面有它的精神 所以我要讲说 如果从地藏经 我们跳开那些其他的观念 直接来看它的精神 就是我们用一个很单纯的心来看 每一个字里面看到那个精神 找回它的核心主干的话 其实反而让大家更清楚 掌握这个经典的精神 你看那个道立天公神通品 第一的时候 儿时 如果以我神力千节测度不能得知 所以就像那个金刚经讲 算术匹育所不能及 找不到 因为千节多久 千节算了 我们都搞不大清楚了 我们这一辈子都过得很辛苦了 还千节 好就是以它的智慧力 用千节来算地藏菩萨度多少人 那请问我们度多少人 不好意思 我度我一个都度不完了 我还度别人 可是地藏菩萨度多少人 以文殊菩萨的神通力千节都难 难测度它度多少 注意这里面都有意思的 好 不能得知佛告文书实力 我以佛言观顾 由不尽数啊 你菩萨观千节 我用佛言都看不清楚了 你知道 我们发菩提心 为什么我在这里要谈这个 我们发菩提心的功德多大 我用它的广常识 用它的智慧观察 它没办法说 理由在哪里 理由你的愿根本没有停 众生无边 无边 思愿度 烦恼无尽 无尽 思愿端 法门无量 无量 思愿血 活到无上 思愿尘 都是无无的 那没界限的 这样的没界限功德 没界限 能说 如果大福德还能说福德 那就不是大福德了 没人 是 的 是 没人